好,回來了,先讀一下網友留言 Edith她就說 我也試過做一宗內地同胞的工作 她是申請庇護,理由就是宗教打壓 她說自己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多說一句,你有沒有天天唸經? 誰知道她回答我,我天主教 天主教不是佛教,不用唸經 這個真的黏得不得了 其實我也跟大家說 申請庇護,其實有很多是被人拆穿的 為什麼會被人拆穿呢? 其實他們申請庇護之後,拿了護照 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國領事館申請 中國簽證回中國 你不是被人打壓的嗎? 不是被人... 不是被人... 威逼的嗎? 協逼的嗎? 你被人協逼的,怎麼會回中國國內? 有些人就是這樣做 還有你說天主教要唸經 那兩件事我知道天主教要唸玫瑰經 又要唸天主經 又要唸其他經 其實就... 所以你說不用唸經 我就跟大家說 無論是信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是有些經文是要唸的 有些人根本都不認識 真是離譜的 今天也感謝Maverick Wong 以及Clara Fung 感謝你們的支持 感謝你們 車車車就說 這些假消息可以滿天飛 內地有沒有言論自由 其實... 全假消息的人是很可惡的 真的很可惡的 還有就是... No Fear Momo 他說 哇! 疫情不嚴重是不會封商場的 現在廣州很多是交通管制封控 不是不可以出去 我這邊都可以出去 其實很多網友都可以出去的 都跟我說過 其實沒有什麼 屎滅上的秩序 都是一切正常的 那麼... 其實如果是... 辦公室失功的人 就是... 在家工作 有一部分 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 當然是 那麼... 另外... 都要講一講 就是Eve Lee 他的留言 Eve Lee 他說 香港有人為第五波 初期疫情而死的人 大罵林鄭 是啊... 林鄭月娥 陳薩仁集團 他們說 但是近日每天死的 就不太... 因為你每天死的情況 那些人是不覺得的 你每天死十幾人是不覺得的 但是時間一長 你一成一條數 其實這條數是很大的 我要說一句真話給大家聽 所以... 有些人覺得第五波 死人全部都跟林鄭月娥 其實第五波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是什麼人搞出來的 議員有份 媒體有份 其實... 還有些藝人也有份 我們說過的 那時候藝人又去這裡拜年 去那裡拜年 都說過了 不要這樣搞 那時候政府叫了大家 盡量不要去拜年 不要去拜神 不要聚集 結果有些人是不聽 那有什麼辦法 政府說了 你在香港要封城 就是有些人大喊要封城 根本香港做不到 對不對 好了... 香港做不到的話 現在還有一班人說 一定做得到 有意志就做得到 就是林鄭月娥沒有意志 這樣... 我們曾經經歷過封城的人 就告訴你 香港的居住環境封 就會有很多很多問題 就不是內地那些 就是散發一些小問題出來 如果在香港... 就是... 好像之前那些人說 封城封兩個星期 我告訴大家 就是... 有些人... 其實就是... 會餓死的 跟內地是很不同的 那個... 居住環境 其實內地比香港還好 那個現實就是 還有... 內地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物資 還可以找其他地方 供給一個大城市 香港... 老實說 政府有沒有能力 就是把大量的物資 派送給每一個市民 香港政府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的 也沒有這樣的人手 因為... 地方... 根本... 說真的 那些議員就是暖差地罵的 香港議員不是真的做事的 即是有疫情的時候 他們是... 找些東西來罵政府的 大家要記得 就是之前 就像四方果那些 明明... 那些問題呢 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住在那裡的人 比如說那些垃圾一大堆 沒有人清理 其實因為... 清理的人都中了招 對不對 然後呢 就在那裡發照 在那裡發帖 我已經做了東西了 拍一條影片出來 我已經做了東西了 你投票給我吧 這樣... 我老實說 就是... 這些人 你可不可以靠他 把物資放在一般人手上 那當然不行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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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議員政棍是甚麼質地 大家一看都看得到 對不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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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抗疫... 很多時候... 基本上... 走在前線的就是... 香港公務員團隊 現在的議員... 就說... 那些公務員要有KPI 那這些議員... 不用KPI嗎? 蛤? 那麼... 那... 文戰聯主席中了招 那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中招 我也不知道 那麼... 那... 那... 拖得車 啊... 盧氣雄 年頭大叫封城 年尾已經叫凌嘉玲 都還沒到年尾啊 第三季已經叫凌嘉玲 盧氣雄這個仆街 不好意思 我不想這樣說 我是... 很生氣的 那麼... 拖得車就說一天死十人 一個月已經死三百人 但是現在一天是不止死十人 你要記住這個數字 哈哈哈哈 還有呢... 就是他們叫凌嘉玲 凌嘉玲就不是... 死十人那麼少的了 我也坦白跟大家說 就是現在有些人就說 欸...都是死很少人而已 十個而已 欸... 濕濕碎 成了就很多的了 那麼... 那...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說 國家派送呢 最後五公里就做不到 因為你沒有... 什麼... 居委會那些... 他說有業主立案發團的 業主立案發團 沒有人去開會的啦 除非有天價維修 喂... 見到糟糕了 要天價維修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時候才去開會的 在香港是... 好了... 那車車車就說 香港封城結果 都是要煩內地政府 就是啦 其實香港就算要荒創 都是要內地人來幫忙 其實香港是很難搞的 根本沒有人 那... 就是... 內地政府已經忙到無論了 還要抽人手 招呼在香港其實... 沒有的啦 就是他們那幫... 就是所謂的外國分子 就是胡亂說的 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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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群聚的事情 是要避免的 現在也是的 現在... 就算我去找我老爸老母 我都要戴個口罩的 現在是 因為都怕... 出去做事會惹到他們 是不是 好了... 那麼... 瓶姐中了一招啊? 有網友說 那麼... 休息多些 如果瓶姐中了一招 我不知道 如果有網友說 瓶姐中了一招 那麼... 休息多些 真的... 辛苦的就算 打了針都 其實中了一招 其實是... 不是很妥的 其實很多人都... 休息多些 廢日人來美人共同體 他就說 強烈支持議員要KPI 罰則扣人工 那麼... 我也同意的 那麼... Winsley 也都多謝你的支持 那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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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國家的中國留學生 所以這次我就說 這次是很不同的 就是... 你說是顏色革命 我就認為呢... 就是... 有些人是要搞... 快速移民 就是他們有有因是這樣做的 我要說 那... 有些人要搞快速移民 有些人... 其實呢... 就是因為國內的利益 就... 基本上呢... 就... 就是... 搞到呢... 就... 沒有口吃 就是... 哈哈哈哈 就是... 那些既得利益者沒有口吃 那他為了發洩呢 就要搞這些事情 那... 剛才我講過美國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發生什麼事 那... 現在要講講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法國巴黎 法國巴黎都有一幫人在這裡搞 那... 那... 他們呢... 就在... Pompito Center外面 那... 就是... 呃... 又是為烏魯木齊大火的 愚蘭者獻上鮮花 就是... 就是... 突然之間這麼... 關心死了的中國人 就是... 真是... 真是... 真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這個是... 我覺得是別有目的 因為... 早一個星期呢... 才有一間廠... 有三十多個人死了 沒有人獻花什麼都沒有 原來呢... 在工廠工作的人呢... 是這麼賤的 有人就說... 我很涼薄啊... 人家獻花都不行嗎? 是啊... 是獻花... 沒有說不行... 獻花是可以的 但是為什麼... 有些人死了你要獻花 有些人死了你當看不到 啊... 我就這麼說了... 啊... 你自己說我良薄嘛 那你自己呢? 啊... 那死了那三十多人 你有沒有說啊? 我在節目都有提到啊... 說這些很慘啊... 在工廠死了的人啊... 現在國務院都說要調查 你們這些人有沒有說這些事情啊? 知不知道發生了這些事情啊? 啊... 沒有聽節目啊? 就要再聽節目吧 就是說我良薄那些人... 有時候我心想你有沒有搞錯 就是內地發生天災人禍呢... 我之前長期都是有節目那裡說的... 啊... 叫大家留意一下... 沒有人理啊! 沒有人想聽啊! 不是沒有人... 應該是... 除了現在正在聽直播的網友之外 基本上沒有人想聽啊... 撲你街上... 內地發生事沒有人想知道的... 啊... 好啦... 現在新疆有幾個人死了... 就是... 好老實說... 很慘的... 其實我也認為... 啊... 但是你們... 給他利用啊... 或者利用他們啊... 啊... 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講錯了... 你利用他們啊... 他們給你利用啊... 是更慘啊... 唉... 我也要做立刻才說... 有時候我看到火都來... 看到這些人在這樣搞... 就是... 好老實說... 我們分明呢... 就是借這些事情去搞事而已... 其實就是... 就是... 我這樣說... 一定有人說我良房的... 我知道的... 但是... 喂... 你想一下先... 究竟... 為什麼... 其他人死了你不去出聲... 不去關心... 啊... 啊... 內地有其他問題... 具體的問題... 你不去... 幫忙發聲... 我們都起碼知道一些具體的問題... 我們就立刻在這裡說... 喂... 這個地方啊... 層層加碼啊... 啊... 具體有證據... 沒有紅頭文件... 啊... 究竟你們地方官... 為什麼不出紅頭文件... 為什麼不跟程序去做事... 喂... 你說一些具體的問題出來才行... 不是... 我只是... 你做什麼... 我們共產黨下台... 他們現在叫這些口號... 他說... 反風控... 要自由... 喂... 你反風控... 要自由... 你解決不了社會的問題嘛... 對不對... 那麼... 多謝森林貓咪你的支持... 所以呢... 你看到現在... 我都要說... 有意見... 不一定是顏色革命... 還有... 就是這樣說... 出來... 搞事的人... 也不一定是顏色革命... 有些人... 一部分... 我不能夠說全部... 一部分... 搞快速文明... 那麼... 裡面會不會有... 境外勢力在推動... 一定有啦... 一定是有境外勢力推動的... 你看到... 一件事就是... 他們煲了這個議題... 是很長時間的... 那些不滿是用很長時間去煲的... 那當然... 在英國倫敦... 之前我們也有節目講過... 英國倫敦呢... 就是... 有一些唐人... 就走了去... 駐... 英國... 倫敦大使館的對面... 那裡抗議... 那他抗議... 就是... 這個... 清零的... 正說... 就是這樣說... 嗯... 沒錯... 清零呢... 是有代價的... 就是... 現在大家... 行動呢... 就沒有那麼自由... 經濟呢... 也都付出了一定程度的代價... 這個是真的... 但是... 死少了很多人... 就是... 在... 外國計算來講... 一條人命呢... 就大概... 幾百萬人民幣的... 就是... 甚至上千萬人民幣的... 就是在外國計算... 通常都是... 兩百萬人民幣... 兩百萬人民幣... 就是... 到一千萬人民幣不等... 就是一個... 一條人命的價值... 如果你強行要計算下去... 就是...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計法... 以及... 你做不同的... 模型... 就是... 數學模型的時候... 有不同的數字... 但是... 就是... 如果你... 計算一條數... 就是... 現在中國的死亡率... 是這麼低的時候... 自從疫情... 有疫情開始... 從2019年年尾到現在... 就是... 如果你用回美國的死亡率... 你放回中國... 其實... 在中國... 就死少了很多人... 起碼... 就死少了五百多萬人... 如果用回... 這個... 數字去計算... 我不是說... 人命是值多少錢... 我很多時候都不想這樣計算... 但是... 我就... 就是... 跟那些... 用經濟去壓抗疫的人說... 人命都是有價值的... 如果你... 純粹說... 人命是不值錢... 那麼... 這件事我沒得跟你爭辯... 因為你根本... 就是... 視人命如草戒... 你說我良薄... 但是你視人命如草戒... 那你是什麼... 啊... 就是... 現在... 在內地的死亡率... 是這麼低的時候... 其實... 是不是已經賺了... 社會整體來說... 是不是已經減少了... 人命的損失... 主要如果你把它轉化... 我不要算多... 我算是兩百萬... 一條人命... 兩百萬人民幣... 一條人命... 你再乘回... 五百萬... 這條數... 為什麼要五百萬... 因為美國... 就死了... 百幾萬人... 那麼... 如果... 按人口比例計... 中國是要死五百幾萬... 才對數的... 這條數就是這樣計... 大致上就是這樣計... 好了... 那麼... 你五百幾萬... 你乘回... 不要算多了... 乘回一百萬... 每一條人命... 那裡是多少錢... 就是說... 如果你跟我說錢的話... 其實... 這個... 說經濟的話... 我覺得你浪費... 我不是說... 認為... 要這個... 動態清零... 永續下去... 而是... 問題就是... 就算要開放... 你都要一步一步來... 現在有些人... 就說... 不用的... 一聲... 一聲... 就像這些人... 就是... 反風控... 反清零... 他們當然是這樣... 是不是... 他們已經叫這些... 反對清零開正... 這樣... 共產黨下台... 這樣... 他們說這些... 是不是... 我引述他們... 我引述他們... 就是... 你想一下... 他們... 究竟是... 這幫人是搞什麼... 你自己想一下... 不要核酸... 要自由... 那... 你不要核酸的話... 其實... 現實就是... 有些人會死掉... 就是... 你不去做核酸... 或者... 不去做防疫措施... 不戴口罩... 其實... 內地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清零零... 那些人又不戴口罩... 就是... 我們知道的情況就是這樣... 在內地就是... 就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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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用... 像是香港的形式去抗疫... 即是... 現在現在開除了... 零加三... 然後呢... 就是... 做核酸... 嘅... 自願上報這樣... 要不再做一些... 強檢令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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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真的... 老實說... 其實自由這件事是相對的 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我覺得這裏 副成員清了零之後就很自由的 因為沒有病毒 那些人就可以去四位行走 很自由的 口罩嚴格來說可以不戴 出街可以自由行動 如果清了零的話 其實那些人是最大的大幅度的字 問題是很難清的 如果你很難清的話 那你現在要做的事就是要一步一步來 對不對 好了 威就說他們想反窮人 反習主席 就是回復合法收黑錢 就是他們最想 我也不想這樣界定某一個階層的人 但是在內地 有些人就是純粹看自己 如果你純粹看自己 那沒辦法 我覺得你純粹看自己的話 當然是現在你受傷的人 當然會出來睡 但是如果你看整體的話 就是你有一些社會意識的話 整體的社會是怎樣 現在的政策 做得不好的 你就出來說 你具體說的問題在哪裏 因為這裏不應該 譬如一棟樓 不應該有15個人做核酸 全部都同時確診的 沒有什麼可能 你就拿一些證據去質疑這件事 對不對 我不是說沒有核酸公司做假 而是當你看到有問題的時候 你拿出一個 具體的解決方案出來 或者是一些 一些的質疑 譬如說 為什麼沒有紅頭文件 但是當然我不建議 人人說沒有紅頭文件 是不配合的 我也不建議這樣 如果你做得太過分的 譬如 只有一宗個案 整個區都封了 那些根本就是不允許 那些是可以發聲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本來應該就是 封一層樓的 就是一層的 或者一個單位 只是封一個單位 但是封了整個房子 這個我也覺得算 但是如果你本來只是封一個單位 然後封了整個區 那就不對 好了 河虎就說 7月到現在 都差不多 死了一千人 有幾十萬人染疫 其實這個數字 不是會繼續上 其實每個地方都是這樣的 那也都多謝 網友先 Vivian Fang 好像多謝了 不過再說一次 也都多謝 森林貓咪你的支持 小白就說 那些友仔很好笑 疫情初期說 不可能守得住 數據假的 結果西方花了幾百萬 那些友仔又說要跟西方那一套 死人又沒有所謂了 其實他們很瘋 他們死人 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現在有一群人 那你不如出來說 死人沒有問題 一切都是假的 那如果死了的人 是不是你賠回 你出錢 賠回給死了家人的人 是不是你出錢 我就問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你出來說 要問責要制度 這樣 其實說真的 現在有沒有問責制度 現在在內地 其實那個問責制度 是很嚴謹的 我認為某些事情是嚴謹過頭的 尤其是在基層那裡 基層的人現在是 這個我也要說 這個基層幹部 他們很慘 揹鍋就是他們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上級有些是很縮骨 本來有些東西 應該出紅頭文件 他就不出 結果就是在前線的人 要揹鍋 那這些是 整件事是不適合的 那有這些問題 其實應該具體拿出來討論 去處理這個問題 就不是說整個制度不行 說共產黨下台 又說不要核酸要自由 現在在加拿大也是有人這樣叫 不要核酸要自由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中國人加油 這個大家記得 19年是在說什麼 是不是很相似呢 真的很相似19年發生的事情 這些 其實19年裡面 也有紅二代在搞 我告訴你 19年這件事 老實說 我們自己也知道 有些什麼人在香港 就是紅二代 也是參與那些示威的 好了 也多謝GOOM你的支持 也多謝 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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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億人民幣 剛才的數目 就是500萬 每條人命 100萬 其實已經省了5萬億的人命錢 就是這樣 有些人都不是這樣計 我告訴大家 有些人為什麼不是這樣計 他們覺得像西方那樣就可以了 那些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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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老人家是活該的 老人家死了 那些老人家死了 社會養老 又省了些錢 那就好 是不是 那對國家 就是有利 現在要養老 要養老 要養老人家 要養老人家 是負擔來的 那5萬億是我們付出的 如果死了那些老人家 我們就省了5萬億 那些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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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100萬一個 有些人是很賤格的 我跟你說 其實我現在認為 有一班人 現在出來說 要馬上 一聲開放 那些人 就是這些人 就是 是人命如草戒 然後還要說你良薄 撲你一家 好了 Kennis Child說 九年的吐露一樣 不夠 只要有傻人信 有蠢人信 就行了 他就一樣 我告訴你 他說什麼 新疆解放 上海放人 那些 就是一樣 接著還有人叫 中國人反抗 不自由 無靈死 共產黨下台 這位在加拿大 那些人就是這樣叫 Father Wong就說 文未敬的宗子 就不養老人家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阿李真的說得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啊 那我就是村委書記的老爸 就說 那去死吧 那那幫人 其實那幫人 他們只是想你們死 而已 就是想現在 支持獨泰清零的人去死 哈哈哈哈 那不會有影響的 他們是在外國的嘛 那些留學生 是不是 死就死吧 還好年輕 幹什麼 你們老人家死了 身體不好的人死 我身體好 我一天做四個小時 身體沒事的 你們窮人一天做二十個小時 身體當然是五爐七傷 你們五爐七傷的人死 關我的事嗎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Evely就說 2019 2020 香港的暴動 有大把講普通話的人 就參加支持黑暴 我看到 還有知道有不少 我們都看到 Evely 就是我們 我們都要看到這些情況 老實說 其實 你說是不是顏色革命 其實 老實說 顏色革命 沒錯 是 國務院 就是港澳辦 都有說是顏色革命 但是 實際上 主導這件事的人 其實有一部分 根本就是那些紅什麼代 我也不想說 他們和那些外國勢力是勾連了 撲你街 我也不想這樣說 但是 現實我們只能說 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了 在日本 東京也有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抗議 那他就 哇 這個核心 是中共體制的問題 是中國體制的問題 搞到這樣 在澳洲都有 澳洲 色尼和墨爾本都有 也是那些 中國大陸留學生搞的 有些是當地的年輕人 那 蠟燭 擺1124 烏魯木齊 接著就是 不自由無靈死 共產黨下台 不要核酸要自由 就是不要領袖要選票 接著就說 烏魯木齊 河南富士康 佛山踩淡 貴州巴士 這樣 沉默就是幫兇 殺人償命 這樣 撲你街 現在你要求開放了 那你不是殺人嗎 你會不會償命給人 撲你街 說話 有些人就說不是 有些人就說 是我們現在做幫兇 現在內地死了很多人 因為沒有飯開所以要死 這樣 那你全開了的話 現在有些人要求 那就全開了 全開了就是大家病死 對不對 現在的方向其實是沒有錯的 說真的 叫人去打疫苗 第一件事 這個老人家打疫苗 現在其實都是要大家去做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要有特效藥 醫療的系統 要多些資源 現在這些事是缺的 其實就是 你都未準備好 內地其實就是 所以他沒有辦法 私下才要選這條路去走 老實說 你說那些專家 那 說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 可以說 跟中央說 現在不怕 你可以開放了 那些專家都不敢這樣說 為什麼 不是中國疫苗沒有效的問題 而是 疫苗已經打了一段時間 其實應該就要打加強針的 但是現在沒有加強針打 在內地 打第三針的人又打得少 第四針又更加不好 要講 對不對 好了 還有 醫療系統 說真的 現在還有一些長生觀的問題 你看看外國的數據 就知道 現在不是 Omicron哪有長生觀 有些人會這樣說 你自己去看看別人的數據 就是在澳洲的長生觀 根本全部都是因為Omicron而起的 講句真話給大家聽 差不多全部 不是全部 因為最初 Alpha Beta 和Delta 澳洲染疫的人 是很少的 其實澳洲人 大部分都是染Omicron的 現在人在澳洲都有長生觀的問題 新西蘭那些更加是 那些急症室 為什麼現在會這麼嚴重 突然之間多了很多人 有心血管疾病 這個 其實已經是有初步的證據證明 和Omicron有關係 那好了 Wen Giorgly就說 其實真正的中國人都是支持動態清零 因為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遲些自己都會老 難道你又想你下一代 當你老時 想你快點死 香港有一些很涼薄的年輕人 都不是年輕的了 其實有一些都五十幾歲 想那些老爸七八十歲 就早些歸天 其實有些不讓老人家打針 然後呢 好老實講 有些是很衰 很不孝 其實其實 但是 他們不孝 還要把某些人 不讓兩老打針 有啊 我們有些幫友 就是他大老 就不讓兩老打針 不好意思 我也說一件事 給大家聽 有時候就是 有些是很衰 真的衰到不得了 不讓兩老打針 然後兩老走了 然後那些家產就分了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說 這個世界 其實就是 這些這樣的壞人 還要把一隻鑊 在香港 譬如第五波死 他就射到林鄭月娥到 林鄭月娥到 林鄭月娥到 陳少始殺人集團 這樣說 喂 你兩老不去打疫苗 防疫做得不好 接著你就拿到政府那裡 好了 那個遺產就自己照收 總之呢 就自己所有事情都心安理得 問題就永遠都是人家的 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 Y808Y就說 屈蛇 這條八婆是在家 疫情的時候搞屎 這條八婆 其實因為疫情 本來就是有些事情要停工的 疫情高峰的時候 他在家搞屎 那些裝修人員不戴口罩 是不是 因為我不想這樣罵 但是有沒有搞錯 這些是 Condy Chan就說 澳洲衛生署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當然知道 因為我們有朋友 都是澳洲做醫療系統的人 他有問題 你問一下 那些管醫院的人 就知道 現在的問題很嚴重 河虎就說 還要扮到自己的老爸 死老媽很慘 收白金還要多收一些 扑他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不想罵人 說真的 我很不喜歡罵人 但是 被人說我良薄 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算了 說到這裡 最後一個地方就是台灣地區 台灣地區也是有 台灣地區現在他們 加鹽加噪在撥善的 他們說什麼呢 台灣地區他們更加離譜 都說 不要沉默 不要麻木 別害怕 基本上台灣地區 也是要鼓動一群人出來搞的 其實台灣地區 只是跳不出一個框 要對外不好 他才會好 好像之前 19年的時候 香港有一群人都說 內地不好 就香港好 什麼 就是這樣 現在台灣地區也是 不要害怕 出來搞事 然後還有 用國歌歌詞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台灣地區這樣說 在自由廣場那裡 以前叫做中正紀念堂那裡 哭你一街 我看到也生氣 然後 崩潰跳樓的是我 這樣 其實坦白說 這個世界 經常都有人跳樓 其實在內地有沒有人自殺 一向都有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自殺 都是因為內地的風而造成的呢 我不覺得這樣說公道 好了 接著還要說 最後一代 你們是不是最後一代 你們說什麼 這些 好了 汪勞就說不孝子就好像西門 我問心無愧 不是啊西門不是 我都養自己老爸 我不想養你老爸 我養我老爸是對的 每個人養回自己老爸 社會就不用養老人家 他的論述是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Candice Charles就說 現世香港現在跌了街 內地還是很好 內地的情況 經濟有點不妥 我經常都說 規模以下的廠 有些是熬得很慘 有些是很慘的 但是 內地現在就是 其實他 這套政策 他真正令到 什麼人是贏的呢 最底層的人是贏的 最底層的人 為什麼說是贏的呢 有些人在城市頂不住 其實回了鄉下 在城市做底層的人 他們的生活 是不是真的有得到保障 他們做環衛的人 其實沒有影響 你想想都知道 哪裏有影響 是一樣的 你說做的士司機的人 會不會收入少了 其實也不會 我的理解就是 北京的士司機 因為我的微信 那裏有北京的士司機 他們的生意 整體來說是沒有小度的 因為有部分的人 他們要上班 他們不搭公交 其實就是 好了 那當然 你說是不是 很好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 不好 其實內地都不是很好 這個我都要講一下 經濟是有些問題的 尤其是規模以下的廠 規模以上的廠都會封 不是不會封的 是會封的 那 其實 規模以上的老闆 是不是 本身已經有優勢 他能頂多一點 可以不可以呢 我認為他們可以頂一下 不是怎樣 規模以下的那些是慘的 因為沒有什麼政策 是幫助他們的 事實上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在內地現在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怨氣 某程度上 就是 中層的人 覺得自己被人遺棄了 有一部分 其實在社會底層的人 就覺得沒事 社會中層 中上層的人 覺得自己被 政府的政策遺棄了 但是 有時候我也要說 其實 全世界都是類似的 你不可以覺得 只是內地的問題 有些人就說 你不要 跟外國比壞 行不行 現實就是 喂 現在全世界都不好 你不是說 內地 是天下無敵的 是可以 完全扭轉一個大趨勢 扭轉不到一個大趨勢 我經常都說 我們只能夠堅持做自己的事 其實我不是想扭轉一個大趨勢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人是成了一輩子 但是我們只是保住自己的聲音 其實就是 就不是說要扭轉那個劣勢 我也知道扭轉不到 我只是堅持做下去 只不過是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 就休息一會 待會我們就 再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走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